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因为我的学生家长 那我的学生家长 那时候我刚好家庭有一些变故 然后学生家长就送我的近视语书 那时候我教第一年级 我想说我第一年级的孩子 适合这么文绍绍的话语吗 看得下去吗 对 结果我就把那个书送给我朋友 就有一天我儿子从学校回来 那幼稚园中班 然后那时候他没有睡午觉 回来就在那边闹 我就把他打了一下屁股 然后就说每次都不睡午觉 一直闹 然后他竟然把我拉下来 他就跟我讲说 妈妈生气是拿别人的过错 来惩罚自己 我就吓一跳 你怎么会讲这么有学问的话 而且还用这句话来教育妈妈 你知道吗 隔天我就去他们幼稚园 找他们老师就说 我儿子竟然用这句话来教育妈妈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小花老师 那是你送给我们的禁师语书 我说 是我送给你的禁师语书 后来我真的 再去跟我的家长说 你看看你当初送给我的那一本书 然后透过我儿子来教育我 让我知道说 原来禁师语教学 不只在幼稚园 我也可以用在我第一年级的教学上 是 所以我的学生家长 就是我的直属委员 这个缘分真的很奇妙 对 那美金老师你的呢 我是民国84年的时候 也有一位我们的别班的家长 邀请他们的吉任老师 参加家庭的教师茶会 为老师设的家庭茶会 那么那位老师说 李老师教学很认真 很有热忱 我们一起把他邀去看看 那这样邀我我就去 然后就在四楼开家庭茶会 我们从楼梯还没有上楼梯 就有那个师姐整排 一直说欢迎很有礼貌 然后笑容满面 一路到四楼 就是这样 像迎宾这样子 好像我们就受到尊重了 结果听到那个老师的分享 他们怎么样用词记人文去带他的孩子 有问题的孩子 有问题的孩子就是当孩子生命中的贵人 然后改变自己的教学理念 班级经营的作风 这样得到很好的回响 然后我就听了很震撼 然后请假 暑假的时候不去旅行 去与花莲慈祭医院做志工 然后师姐就接着邀约 我们参加一系列的老师的活动 从读书会 老师的读书会开始 那我就每个星期去参加 还有手语教学 我在那里觉得 我如果把这个带到班级上 小朋友一定很喜欢 所以我第一首学的叫做 感谢天感谢地 第二天我到学校说 昨天老师去参加一个读书会 学到一首歌 还用手语比出来 跟荣雅人士可以沟通的 你们想不想学 他们当然说想 比考数学好多了 对 所以我们认真上数学 老师把这个教完 你们做两题 会做了 我们就可以来学这个 好不好 他们就很开心说好 然后就这样学 感谢天感谢地 所以他们觉得 这个比上国语好多了 好多了 好玩 他们就很喜欢 还有听到的故事 就这样分享故事 然后有机会说 哇 老师要去瑞芳 跟着师姑他们去看 那个需要照顾的人的家庭 是 然后老师先去看 回来再跟你们讲故事 他说好 老师你要注意安全 然后回来分享完以后 老师真的这样吗 我们可以去看吗 自己要求想要去看 对 我说我们不能随便带孩子出去 对 你要去的话 要爸爸妈妈也要去 一起去 一起去 所以就这样 一起去 见证那个生命交易 所以说在教练会里面 因为老师们可以互相的 就是交流 交流 那个教学经验 对 然后新的方法 也可以让你们之间 就是互相的加油打气 对不对 因为我们只是在 专业知识的传授 对 怎么样教国语 怎么教书学 怎么样教社会 但是在这个人文素养的教育 这个真是 委员师姐他们用身体力行 做出来 所以刚开始教联会的营队 或者活动 都是由委员师姐 来陪伴老师一起成长 所以我们一直都说 委员师姐是老师的老师 对 所以小花老师 你觉得你自己进入教联会之后 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我觉得在我自己教学的领域 更得到家长的肯定 我曾经有一次 在我们附近的一家素面店 有一个家长就想说 我们这学校的小花老师 多好 结果我要负面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说 我就是那小花老师 他说那你刚刚怎么不讲 我说难得有人一直称赞你 对不对 那在教学上更懂得去赏识孩子 给孩子那个有温度的爱 然后包括亲私公通 我觉得会更融洽 像我们小朋友 除了让他去写一个 比如说在联络簿 写赞美爸爸妈妈的一句话 然后我也要求家长 要鼓励孩子的一句话 在联络本上 然后你知道吗 我给隔天来 家长签好联络本 我给他盖一个好爸爸 好妈妈 妈妈跟爸爸也被鼓励了 对 因为平常都是孩子被鼓励 爸爸妈妈没有 然后你知道吗 如果被我盖了三十个 的图章的家长 他可以得到一张 好爸爸好妈妈的奖状 好可爱 你知道他们会觉得很荣耀 其实进入教练会 更懂得怎么教心 教人 我们以前常常是说 我是教书 以前刚开始教书的时候 我是教书将 可是进入教练会 上人也告诉我们说 要教人教心 所以因为教人教心 所以跟家长的互动就非常好 跟孩子他会懂得老师 我从赏识孩子出发 然后再懂得怎么又 有温度的去爱孩子 我记得我有一个孩子 我现在三十几岁 然后前一阵子 他写一张卡片给我 他说他以前 每一次 他们中午睡午觉 不是啪子睡午觉 然后我等到他们睡了 我就会一边讲故事 就像美金刚刚讲 讲一些真实的 暗逸的生命故事 然后他们听着听着 睡着的时候 然后我就会把它盖着 把他的那个衣服当棉被 盖在他身上 你知道吗 我们那个小朋友说 他每次都故意假装睡着了 那老师帮他盖上去的时候 他就会感受到 老师的那份温度 然后我就觉得 你看他到三十几岁 他还记得老师对他的那一份爱 那包括以前年底的时候 那我会给孩子一个红包 那个红包里面 我就写说 上面写上老师对他的爱 那个我给他是二十元 二十元是两个硬币 对不对 那我上面有说 亲爱的孩子 收到老师的红包高兴吗 老师知道 他一定比不上爸妈的大红包 可是这两个硬币 一个祝福你平安 一个祝福你健康 两个碰在一起会响叮当 祝福你来年成为 响叮当一级棒的好孩子 你知道吗 那个孩子 他有一次 我们有一个学校的主任 他就跟我讲说 我儿子到现在二十岁了 他留着你的红包 舍不得用 对 他说因为有老师给他的祝福 亲安跟健康 所以我觉得我们老师 真的不要轻忽 任何一点你对孩子的爱 其实都会注入在他的心灵里面 你看看那个三十几岁的时候 还记得老师 然后还把写了一张卡片给我 我真的是带着他妈妈来 跟老师说一声感恩的话 然后他结婚的时候 邀请我去 我就觉得那是一份荣耀 所以说加入教联会之后 我觉得当然老师之间 有这样子的交流 然后在教学方法上 可以提升之外 其实是老师彼此 也会有很多加油打气的时刻 对不对 我的教学也都是在 像小花老师很多创意的点子 我们就学起来 到那个红包 都是 互相交流 就是到班级拿去用 所以您说我的教学很多元 很活泼 其实都不是我本来的点子 都是学的 都是学的 互相学习 对 很棒 真的 非常好 谢谢两位跟我们分享 这么多 感恩 感恩 感恩